这几种水果是无糖水果 60岁以上老人要多吃 每周三次能提前预防十几种疾病 进入中老年后 不仅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下降的厉害 就是饮食也和年轻时的需要不一样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年轻的时候一天不吃肉 眼睛都无光 年轻时糖可以随意吃 但是到了中老年后 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随意吃糖的 爱吃水果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但很多水果都含有比较多的糖分 很容易造成高血糖 如果又想吃水果 又想不摄入过多糖分 该怎么办呢 下面六种低糖水果可以帮助你 众所周知 常吃水果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 但是如今很多水果的糖含量很高 这就让很多中老年人望而却步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种糖含量很低的水果 恰好适合过年这个时间段吃 下面就一起看看吧 番石流 为热带果树 原产美洲 是亚热带名优水果品种之一 成熟果实 淡绿色 清香可口 番石流果皮薄 黄绿色 果肉厚 清甜脆爽 心小子少 果实营养丰富 含较高的维生素A F 纤维质吉林 钾 钙 酶等微量元素 另外果实也富含蛋白质和脂质 常吃能抗老化排出体内毒素 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 常食保身体健康 是糖尿病患者最佳水果 木瓜 木瓜素有百亿国王的美称 是含营养成分最丰富的水果 它含有丰富的木瓜酵素 明乳酶 胡萝卜素等 并含有17种以上的氨基酸 及多种营养成分 具有预防高血压 肾炎 便秘和助消化 治胃病的功效 对人体有促进新陈代谢 和抗衰老的作用 所含的木瓜酵素 能促进肌肤代谢 帮助溶解毛孔中堆积的皮脂 及老化角质 让肌肤显得明亮清新 所含的奇敦果成分 是一种具有护肝酶酶 抗炎抑菌 降低血脂等功效 血连果 乍一听 是不是不少朋友都认为 这是新疆天山雪连节的果子 血连果产于云南 是一种纯天然绿色食品 果肉晶莹剔透 脆甜爽口 富含多种人体必须的 胺基酸 维生素 蛋白质 脊钙 心 酶等多种微量元素 血连果吃的时候 只要洗净外皮的泥沙 再把外皮削掉几个生食 吃到嘴里脆嫩多汁 脆甜脆甜的 有点类似香离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 血连果不仅可以生食 还能当作配菜 无论是涮锅 炖肉 煲汤 加上血连果既可以增加菜肴的口感 也能提升香甜的味道 血连果果寡糖含量 是所有植物中最高的果寡糖 纯度高 热量低 富含水溶性是纤维 其碳水化合物却不为人体吸收 因此很适合糖尿病人 以及减肥者食用 而且具有调理肠胃 促进消化 润肠通便 保护和提高胃肠道功能 还可以调理血液 清除高血脂 降低血糖、血脂、血压 有效抑制胆固醇和糖尿病 最重要的是 很多水果吃起来甜 是因为它们的含糖量高 而血连果吃起来也甜 但是它的甜味 大部分是来源于 血连果中含有的果寡糖 这种物质虽然滋味甜美 却不会被人体吸收利用 而剩余含有的糖分实则很少 柚子 柚子在平时生活中 适当多吃些柚子不仅不会导致肥胖以及血糖升高 同时还具有降血糖的功效 我国中医指出柚子性寒胃肝、酸 适当食用具有下气消痰、健胃消食的作用 除此之外对各种原因所引起的水肿疼痛 咽喉红肿等症状都具有很好的治疗功效 柚子的食用方法有很多 除了可以直接食用之外 还可以将柚子榨汁饮用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更适合吃柚子 因为在其中含有大量丰富的胰岛素样成分 适当食用不仅可以降血糖 还可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樱桃 樱桃同样属于低糖水果 因此害怕肥胖的人群在平时生活中 可以用樱桃去代替其他的高糖水果 我国中医指出樱桃性温胃肝 具有非常明显的益气补虚 发汗、驱风透枕、解毒以及滋肤美颜等功效 除此之外对脾胃功能失调等症状 同样具有很好的治疗以及调理功效 尤其是女性平时更应该多吃些樱桃 可谓健康美容两不 在樱桃中还含有丰富的果胶 这种物质有利于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量 从而让血糖平稳快速地下降 因此建议高血糖以及糖尿病患者 在平时不妨多吃些樱桃苹果 苹果可以说苹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极为常见的一种水果 同时也是大家极为熟悉的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苹果也是低糖水果中的一种 苹果性凉未干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苹果 适当使用后都具有明显的补心益气 生筋止咳、健胃和皮、除烦、解蜀功效 尤其是一些经常醉酒的人群 更应该多吃些苹果 因为它还具有极为有效的醒酒功效 由于苹果中糖的吸收缓慢而均匀 因此具有很好的降血糖功效 尤其是餐后血糖 可以说经常吃苹果对糖尿病患者 是非常有好处的 柠檬 众所周知 常吃柠檬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柠檬虽然味道极酸 但是营养价值却很高 尤其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 柠檬是极好水果之一 常吃可以增强免疫力 生筋健胃 预防疾病 其次 柠檬也是众多水果中 糖含量最少的水果之一 对于喜欢酸味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每天切几片柠檬用温水搭配一点点的蜂蜜 就是非常营养美味的盐品 而对于吃不了柠檬酸味的朋友 也可以用柠檬代替调味品 这样烹调出来的菜肴 不仅营养更加丰富 味道也带有柠檬的果香气 柠檬代替香醋用来拌菜 既不会破坏柠檬自身的营养成分 还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味道 尤其是用柠檬炖肉 既可以去除肉腥味 还能加速肉的软烂 并且还能增加肉香味 所以 没试过的朋友不妨试试用柠檬来炖肉 小贴士 对于爱美的中老年女士来说 建议早晨先喝一杯柠檬蜂蜜水 再吃早餐 这样即可美容又能辅助清洁肠道 建议试试哦 猕猴桃 冬天水果的种类本就不多 而猕猴桃算是一个 而且它最大的好处是比柠檬甜 可以直接使用蛋糖分含量却很低 而痒痒却挺高 尤其是它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 微量元素 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是为数不多 适合中老年朋友可以常吃的水果 在冬季 北方几乎大部分的地区都是集体供暖 南方没有暖气也是空调 所以家家户户都比较热 这样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上火 口干舌燥的 这里分享一个用猕猴桃做的果汁既可以降火 润喉又美味好喝 方法是拿两个猕猴桃 先去掉外皮备用 用半个柠檬榨汁备用 再拿一根黄瓜切片 把猕猴桃黄瓜片 以及柠檬汁放在榨汁机 加入少许的凉白开榨成果汁即可 这样的果汁 营养高 味道好 低糖的同时 还能帮助我们降火润喉 适合家里温度高 特别干燥而且火气大的朋友喝草莓 别看草莓焦滴滴的温度过高 厚着轻微的碰撞都能让它变质变坏 但草莓却是冬天尤其是过年期间最实力的水果之一 草莓好吃 糖分却不高 而且常吃草莓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C以及铁 磷 钙等矿物质 小贴士 很多朋友喜欢吃草莓 又担心一次性买多了容易坏 这里分享一个保存草莓的方法 首先把草莓放入保鲜盒中 用保鲜膜密封起来 然后放入冰箱的0到4度的冷藏层即可 因为草莓最适合储存的温度是0到10度之间 温度高了容易腐烂变质 地域到3度会冻坏 用这个方法可以保存2到7天的时间 越是新鲜的草莓 保存的时间就越长 注意过年期间常见的葡萄、柿饼、香蕉、冬造 含糖较高 所以每次不宜多吃